10月28日洛杉矶长青书画家作品展在第三市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举行 Covina市市长George A. Marquise Covina市市议员D.Ledge 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UIC Davis School访问学者 老年学资深专家Maureen Caden Taylor博士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常务副会长 北美书院书画家甘副钟 中国国际书画家协会理事旅美画家武华 资深中国书画老师谭李先生及夫人 核桃市松柏艺术协会杰出画家林冠英 以及参展画家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来自洛杉矶许多的城市 像Pasadena,Arcadia,Worna,还有哈莱坞,Pomona 等等很多的城市的老人中心 还有很多local的很多的艺术家 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跟赞助 非常感谢他们 那么从这次参展的这些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这些所谓的银法族的艺术家们 事实上不是日薄西山 不是一无四处 相反的他们活得非常精彩 非常有朝气 而且在他们每一幅的作品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多年的人生阅历丰富 那么从作品当中深刻表达出 对人生、对宇宙、对人类世界的一种期望跟理想 此次画展参展作品共集80幅 参展作家共集66人 其中最大的画家是97岁的老人 画展收到了来自帕萨迪娜、Arcadia 及好莱坞等老人中心及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旅美画家武华 中国第三代作家的重要代表 洪宁先生的作品也参加了这次作品展 本次画展为期一周 将于11月4日闭幕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一个 银画族的这个艺术展 那我们核桃室呢 也有大概三十几位来参与 因为我要感谢我们这个馆长 给这个银画族的这样一个机会 97岁还能够把他人生的经历 全部展现在他这个画里面 那艺术呢 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那他们退休以后 能够把他们所有的经历 全部灌入在他们作品当中 我觉得呢 这个是给我们这些年长们一个鼓励 也是生活的一个非常光亮的一个目标 他们新森林都健壮 所以就活得很开心 参展银画族的绘画作品 展现了银画族们精彩的生活和蓬勃的朝气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体现出他们对人生 对宇宙 及对人类世界的期望和理想 既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 发自洛杉矶 科威纳市的采访报道